擁有超過百年校史的台北市立大學 今天盛大舉行校慶活動 由校長邱英浩親自主持 其實北市大不僅是孕育出奧運選手 李洋 王麒麟 還有戴茲穎等 也運用這個學院的資源 來扮演都市智庫的關鍵角色 祝你生日快樂 在歡快的生日快樂歌聲中 台北市立大學歡度111年度校慶 由校長邱英浩帶領眾多嘉賓 一同切下生日蛋糕 這一次的活動其實是我們 也算慶祝我們終於一起走過疫情的 一個最大型的活動 全校的資深當然對於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期待 輝紅磅礡樂聲 音樂系學生展現強大表演力 雄尾戰鼓接續上場 精采絕倫的表演博得滿堂喝彩 很開心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幫 校慶增添一個新色彩 疫情然後取消或是沒有公開 然後這次就可以直接在大家面前演出 就覺得很難得 擁有百年校時 台北市立大學不僅在運動教育方面 都是強項 也發揮師府大學最大優勢 傳奇各大學院資源 打造多元學習場域 扮演好都市智庫的關鍵角色 往後呢我們基本上除了綜合大學外 我們也許分是否將來在都市研究 跟扮演都市智庫的角色我們會更努力 把我們過去體育教育以及相關的理學院 還有我們的人文藝術跟私人管理學院 全部串連在一起 邱少長帶領下北市大將持續成長 再創好成績 北市大生日快樂 東森財源新聞劉子誠 張化貞 台北採訪報導